民书记第一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 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 会幕中小于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计算所有的男丁 凡以色列中 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 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美之派中 必有一人作本之派的组长 帮助你们 他们的名字 属旅变之派的 有氏丢尔的儿子以利婿 属西缅的 有苏丽莎代的儿子世露面 属犹大的 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属以萨迦的 有苏丫的儿子拿坦叶 属西布伦的 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约瑟子孙 属以法连的 有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属马拿西的 有比大序的儿子加玛列 属遍亚敏的 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丹 属旦的 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一线 属亚舍的 有俄兰的儿子帕杰 属加德的 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属拿弗塔利的 有以南的儿子亚西拉 这都是在会中有名声的 各作本之派的首领 都是以色列千夫的统领 于是摩西亚伦 带着这些暗民指定的人 当二月初一日 招聚全惠众 惠众就照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的 都述说自己的家谱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他就怎样在西奈的旷野 竖点他们 以色列的长子 吕辫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吕辫之派 背数的南丁 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 西勉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西勉之派 背数的南丁 共有五万九千三百名 加德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加德之派背数的 共有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名 尤大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尤大之派背数的 共有七万四千六百名 以色迦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以色迦之派背数的 共有五万四千四百名 西部伦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西部伦之派背数的 共有五万七千四百名 约瑟子孙属 以法连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以法连之派背数的 共有四万零五百名 马拿西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马拿西之派背数的 共有三万二千二百名 辩雅敏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辩雅敏之派背数的 共有三万五千四百名 但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但之派背数的 共有六万二千七百名 亚舍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亚舍之派背数的 共有四万一千五百名 拿福塔利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家事 富家 人民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 拿福塔利子派背数的 共有五万三千四百名 这些就是被数点的 是摩西 亚伦 和以色列中 十二个首领所数点的 这十二个人 各做个宗族的代表 这样 凡以色列人中 背数的 照着富家 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 背数的 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历位人 却没有 按着支派数在其中 因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唯独历位支派 你不可数点 也不可在 以色列人中 计算他们的总数 只是 你要派历位人 管作证的账目 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并凡属护账目之物 他们要抬账目 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并要办理账目的是 在账目的四位安影 账目将往前行的时候 历位人要拆卸 将支搭的时候 历位人要竖起 近前来的外人 必被致死 以色列人支搭帐篷 要照他们的军队 各归本营 各归本旗 但历位人 要在作证之账目的 四位安影 免得愤怒临到 以色列会众 历位人 并要谨守作证的账目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们就照样行了 民书记第二章 耶和华小域摩西 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 各归自己的旗帜下 在本族的旗号那里 对着会幕的四位安影 在东边 向日出之地 照着军队安影的是 由大营的旗帜 由亚米拿达的儿子 拿顺座由大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七万四千六百名 挨着他安影的是 以色加之派 有苏鸭的儿子 拿坦业 做以色加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五万四千四百名 又有西布伦之派 西伦的儿子 以利亚做西布伦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五万七千四百名 凡属游大营 按住军队背数的 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名 要做第一队往前行 在南边 按着军队是 吕汴营的旗帜 有是丢尔的儿子 以立续做 吕汴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 挨着他安影的是 西缅之派 苏利沙代的儿子 势路灭坐西缅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五万九千三百名 又有加德之派 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 做加德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名 樊淑屢遍营 按着军队背数的 共有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名 要做第二队往前行 随后 会墓要往前行 有力未营 在朱营中间 他们怎样安营 就怎样往前行 各按本位 各归本道 在西边 按着军队 是以法联营的旗帜 亚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做以法联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四万零五百名 挨着他的是 马拿西之派 比大旭的儿子 加玛列 做马拿西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三万二千二百名 又有遍亚敏之派 基多尼的儿子 亚比旦 做遍亚敏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三万五千四百名 凡属以法联营 按着军队背数的 共有十万零八千一百名 要做第三队往前行 在北边 按着军队 是弹营的旗帜 亚米沙代的儿子 亚西以 卸做弹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六万二千七百名 挨着他安营的是 亚舍之派 俄兰的儿子 怕杰作亚舍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四万一千五百名 又有拿弗塔利之派 以南的儿子亚希拉 做拿弗塔利人的首领 他军队背数的 共有五万三千四百名 凡旦营背数的 共有十五万七千六百名 要归本道做墨队往前行 这些以色列人 照他们的副家 按他们的军队 在诸营中背数的 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为独立卫人 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 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个人照他们的家事 按他们的副家 归于本道 安营起行 都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民述记第三章 耶和华在西奈山 小于摩西的日子 亚伦和摩西的 后代如下 亚伦的儿子 长子名叫拿达 还有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玛 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 都是寿高的祭司 是摩西 叫他们承接 圣职贡祭司职份的 拿达 亚比户 在西奈的旷野巷 耶和华县一伙的时候 就死在 耶和华面前了 他们也没有儿女 以利亚撒 以他玛 在他们的父亲亚伦眼前 攻济司的职份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使力为之派进前来 站在济司亚伦面前 好服侍他 他们要替他 替全会众 在会幕前手所嘱咐的 办理账目的事 他们又要看守 会幕的器具 并守所嘱咐 以色列人的 办理账目的事 你要将利未人 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因为他们是从 以色列人中 选出来给他的 你要嘱咐亚伦 和他的儿子 谨守自己 祭司的职任 近前来的外人 必被致死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看啊 我从以色列人中 拣选了利未人 代替以色列人 一切投生的 利未人要归我 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 一切投生的那日 就把以色列中 一切投生的 连人带牲畜 都分别位 圣归我 他们定要赎我 我是 耶和华 耶和华在西奈的 旷野小域摩西说 你要照例 为人的富家 家是 数点他们 凡一个月以外 男子都要数点 于是摩西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 数点他们 利未众子的名字是 格顺 格侠 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 按着家事 是利弥 是美 格侠的儿子 按着家事 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吴靴 米拉利的儿子 按着家事 是摩利 母士 这些都是按着 富家事 利未人的家事 数格顺的 有利弥族 是美族 这是格顺的二族 其中备数 从一个月以外 所有的男子 共有七千五百名 这格顺的二族 要在丈母后 西别安营 拉伊勒的儿子 以利亚萨 做吉顺人宗族的首领 格顺的子孙 在会幕中 所要看守的 就是丈母和赵鹏 并赵鹏的 盖于会幕的门帘 院子的遮帘和门帘 就是在丈母 和坛旁边的 并一切使用的绳子 蜀歌侠的 有安兰族 以斯哈族 西伯伦族 乌靴族 这是格侠的诸族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 从一个月 以外看守圣所的 共有八千六百名 格侠儿子的诸族 要在丈母的南边安营 乌靴的儿子 以利沙 反作格侠宗族家事的首领 他们所要看守的是 约柜 桌子 竹台 两座坛与圣所内 使用的器皿 并联子 和一切使用之物 基斯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作利 为人众首领的领袖 要监察那些 看守圣所的人 属米拉利的 由摩利族 母士族 这是米拉利的二族 他们背数的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的 共有六千二百名 亚比亥的儿子 苏列作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 他们要在帐母的北边安营 米拉利子孙的职份 是看守帐母的板 栓 柱子 戴卯的座 和帐母一切所使用的器具 院子四围的柱子 戴卯的座 钉子 和绳子 但在帐母前东边 向东边之地安营的是摩西 亚伦 和亚伦的儿子 他们看守圣所 替以色列人手 耶和华所嘱咐的 近前来的外人 必已被致死 凡被数的立位人 就是摩西 亚伦赵 耶和华 吩咐所属的 遍及家世 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 共有二万二千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 数点一个月以外 凡投生的男子 把他们的名字记下 我是 耶和华 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 代替以色列人 所有投生的 也取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 所有投生的牲畜 摩西 旧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 把以色列人 投生的都数点了 按人名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 凡投生的男子 共有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三名 耶和华 耶和华小 欲摩西说 你拣选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 所有投生的 也取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 立位人要归我 我是 耶和华 以色列人中 投生的男子 比立位人 多二百七十三个 必当将他们赎出来 你要按人丁 赵胜索得平 每人取赎银 五摄克勒 一摄克勒 是二十吉拉 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钱 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于是 摩西从那被立位人 所赎以外的人 取了赎钱 从以色列人 投生的索取之前 按圣索的平 有一千三百六十五摄克勒 摩西照 耶和华的话 把这赎钱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 民书记第四章 耶和华小域摩西 亚伦说 你从立位子孙中 将割侠子孙的总数 照他们的家事 附加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进到军中 在会幕里办事的 全都计算 割侠子孙 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 所办的是乃是这样 起营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 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帽子 用以蒙盖法柜 又用欢皮盖在上头 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 把杠穿上 又用蓝色毯子 铺在陈设柄的桌子上 将盘子 条羹 用以蒙盖的物 和碗摆在上头 桌子上 也必有长设的柄 在其上 又要蒙珠红色的毯子 再蒙上欢皮 把杠穿上 他们要拿蓝色毯子 把竹台 把竹台和他所用的灯盏 简子 辣花盘 并一切成油的器皿 全都遮盖 又要把他和其一切器具包在欢皮里 放在台架上 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 蒙上欢皮 把杠穿上 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 用欢皮蒙上 放在台架上 要收取毯上的灰 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 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 就是香炉 肉叉子 铲子 毯子 一切鼠坛的器具 都摆在坛上 又蒙上欢皮 把杠穿上 将要起营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 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 戈侠的子孙就要来台 只是不可摸圣物 免得他们死亡 会墓里这些物件 是戈侠子孙所荡台的 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索要看守的是 点灯的鱿鱼美香 并美天县的宿祭和告友 也要看守全账目 与其中所有的 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 耶和华小玉摩西 亚伦说 你们不可将戈侠人的支派 从立位人中剪出 他们挨尽至圣物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 要进去派他们 个人所当办的 所当台的 这样待他们 好使他们活着 不致死亡 只是遮盖圣物时 他们不可进去观看圣所 免得他们死亡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又要数点 集顺子孙的总数 便集宗族 加世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钱来任职 在会墓里办事的 全都数点 格顺人各族所办的事 所台的物乃是这样 他们要台帐墓的 曼子和会墓 并会墓的盖与其上的欢提 和会墓的门帘 院子的遮帘和门帘 院子是围帐墓和谈的 绳子 并所用的器具 不论是做肾魔用的 他们都要经历 格顺的子孙 在一切台物办事之上 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所指派 他们所当台的 要派他们看守 这是集顺子孙的各族 在会墓里所办的事 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 以他马的手下 至于米拉利的子孙 你要照着家事 附加把他们数点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钱来任职 在会墓里办事的 你都要数点 他们办理会墓的事 就是台帐墓的板 栓 柱子和戴帽的座 院子四围的柱子 和骑上戴帽的座 钉子 绳子 并一切使用的器具 他们所台的器具 你们要按名算定 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 在会墓里所办的事 都在祭司亚伦儿子 以他马的手下 摩西 亚伦 遇会众的首领 将戈侠的子孙 照着家事 附加数点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钱来任职 在会墓里办事的 都数点了 备数的 共有二千七百五十名 这是戈侠各族中 备数的 是在会墓里办事的 就是摩西 亚伦赵 耶和华界 摩西所吩咐数点的 及顺子孙 备数的 遍及家事 照着父家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钱来任职 在会墓里办事的 就是那些备数的 遍及家事 照着父家 共有二千六百三十名 这是戈顺子孙 各族中 被数的 是在会墓里办事的 就是摩西 亚伦赵 耶和华界 摩西所吩咐数点的 米拉利子孙 中各族 被数的 遍及家事 照着父家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钱来任职 在会墓里办事的 被数的 照着家事 共有三千二百名 这是米拉利子孙 各族中被数的 就是摩西 亚伦赵 耶和华籍摩西 所说的话 数点的 凡被数的 立位人 就是摩西 亚伦并以色列的首领 照着家事 父家所数点的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钱来任职 在会墓里 做台物之工的 被数的 共有八千五百八十名 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 所台的物 凭 耶和华的吩咐 数点他们 他们这样 被摩西数点 正如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民数记 第五章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使一切长大麻风的 患漏症的 并因此 施染了污秽的 都出营外去 无论男女 都要使他们 出到营外 免得污秽 他们的营 这营是我所住的 以色列人 就这样行 使他们出到营外 耶和华怎样小于摩西 以色列人 就怎样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 说 无论男女 若犯了人 所偿犯的罪 以至干犯 耶和华 那人就有了罪 他要承认 所犯的罪 将所亏负人的 如数赔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归于 所亏负的人 那人若没有亲属 可受过犯所赔还的 那过犯所赔还的 就要归于服侍 耶和华的祭司 至于那为他赎罪的 公眠羊 是在外 以色列人 一切的圣物中 所带到祭司的供物 都要归于祭司 个人所分别位圣的物 无论是圣魔 都要归给祭司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人的妻若有邪行 得罪他丈夫 有人与他同勤 事情严密 瞒过他丈夫 而且他被玷污 没有做见证的人 当他同勤的时候 也没有被捉住 他丈夫为疑恨的 灵所父 疑恨他 他是被玷污 或是他丈夫 为疑恨的灵所父 疑恨他 他并没有被玷污 这人就要将其 送到祭司那里 又为他带着 大卖面依法 十分之一做共舞 不可浇上油 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为这是 是疑恨的祭 是思念的祭 使人思念罪孽 祭司要使那夫人 进前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把圣水 盛在瓦器里 又从帐木的地上 取点尘土 放在水中 祭司要叫那夫人 不蒙着头 站在耶和华面前 把思念的祭 就是疑恨的祭 放在他手中 祭司手里 要拿着 智咒祖的苦水 要叫妇人 启示 对他说 若没有人 与你行淫 也未曾与丈夫 以外的人 做污秽的事 你就免受 这支咒祖苦水的灾 然而 你若背着丈夫 与别人 行了污秽的事 在你丈夫以外 有人与你行淫 祭司叫妇人 发咒启示 愿耶和华 叫你大腿朽烂 肚腐发胀 耶和华使 你在你民中 被人咒祖 成了事与 并且 这支咒祖的水 入你的肠中 要叫你的肚腐发胀 大腿朽烂 妇人要回答说 阿门 阿门 祭司要写这咒祖的话 将所写的字 抹在苦水里 又叫妇人 喝这支咒祖的苦水 这水要进入 它里面变苦了 祭司就要 从妇人的手中 取纳遗恨的祭 在耶和华面前 把祭摇一摇 陷到坛前 祭司又要 从公物中取出一把 作为这事的纪念 烧在坛上 然后叫妇人喝这水 叫她喝了以后 她若被淀污 得罪了丈夫 这支咒祖的水 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 她的肚腹就要发胀 大腿就要朽烂 那妇人便要 在她民中被人咒祖 若妇人没有被淀污 却是清洁的 就要免受这灾 且要怀孕 关乎遗恨的条例 乃是这样 妻子若背着丈夫 与丈夫以外的 人行了污秽的事 被淀污 或是人为遗恨的灵所付 遗恨她的妻 那时她要叫妇人 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在她身上 照着条例而行 男人就位无罪 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民书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分别自己去许愿 就是拿西尔人的愿 要离俗归耶和华 她就要远离清酒浓酒 也不可喝甚磨清酒浓酒做的醋 不可喝甚磨葡萄汁 也不可吃鲜葡萄和钱葡萄 在一切离俗的日子 凡葡萄树上接的 自和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 在她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头 要由发柳长长了 她要圣洁 直到离俗归 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在她离俗归 耶和华的一切日子 不可挨尽死尸 她的父母 或是兄弟姊妹死了的时候 她不可因 他们使自己不洁净 因为那离俗归 神的凭据是在她头上 在她一切离俗的日子 是归 耶和华为圣 若在她旁边 忽然有人死了 以致沾染了她离俗的头 她要在第七天 得洁净的时候剃头 第八天 她要把两只班鸠 或两只厨戈 带到会幕门口 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只 做赎罪祭 一只做凡祭 为她赎那因 死尸而有的罪 并要当日使她的头 成为圣洁 她要另选离俗归 耶和华的日子 又要牵一只一岁的 绵羊羔 来做赎千祭 但先前的日子 要归突然 因为她在离俗之间 被玷污了 拿西尔人 满了离俗的日子 乃有这条例 人要领她到会幕门口 她要将功误献给 耶和华 就是一只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棉羊羔 做凡祭 一只没有残疾 一岁的母棉羊羔 做赎罪祭 和一只没有残疾的 公棉羊 做平安祭 并一篮子 无较掉油的细面饼 与抹油的无较薄饼 并同线的宿祭和电祭 祭司要在 耶和华面前线 那人的赎罪祭和凡祭 他又要把那只公棉羊 和那篮无较饼 献给 耶和华做一季分的平安祭 祭司又要将同线的宿祭 和电祭献上 拿歇尔人要在会幕门口 剃离俗的头 把离俗头上的发 放在平安祭生下的火上 他剃了以后 祭司就要 取那遗嘱的公棉羊 一条前腿 又从篮子里 取一个无教饼 和一个无教薄饼 都放在他手上 祭司要拿这些摇一摇 在 耶和华面前作为摇祭 这与所摇的胸 所举的前腿 同位圣物 归给祭司 然后拿歇尔人 可以喝酒 许愿的拿歇尔人 为离俗所献的供武 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 耶和华 就有这条例 他怎样许愿 就必当照离俗的条例行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 为以色列人祝福 说 愿 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 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 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位 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民书记第七章 摩西立完了账目 就把账目用膏抹了 使他成胜 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弹 并弹上的器具都抹了 使他成胜 当日 以色列的众首领 就是各富家之首 各支派的首领 管理那些被树之人的 都来奉献 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 耶和华面前 就是六辆棚子货车 和十二只公牛 每两个首领 奉献一辆货车 每首领奉献一只牛 他们把这些 都奉到账目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收下这些 好座会幕的使用 都要照例为人所办的事 交给他们 于是摩西收了货车和牛 交给立位人 把两辆货车 四只牛 召集顺子孙所办的事 交给他们 又把四辆货车 八只牛 召米拉利子孙 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他们都在 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他马手下 但车与牛 都没有交给 割侠子孙 因为他们办的事 圣所的事 在肩头上抬圣武 用高抹谈的日子 首领都来行 奉献谈的礼 众首领 就在谈前献供武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众首领卫行 奉献谈的礼 要每天一个首领 来献公务 第一天献公务的 是犹大支派的 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他的公务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剂 一个金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犊 一只供绵羊 一只遗碎的绵羊糕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遗碎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亚米拿达儿子 拿顺的供武 第二天来献的是 以萨迦子孙的首领 苏鸦的儿子拿坦叶 他献为供武的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犊 一只供绵羊 一只遗碎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遗碎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苏鸦儿子 拿坦叶的供武 第三天来献的是 西部伦子孙的首领 西伦的儿子伊利亚 她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钓油的细面 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犊 一只供绵羊 一只遗碎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依碎的绵羊糕 做一季分的平安祭 这是西伦儿子 以利亚的供武 第四天来献的是 吕辫子孙的首领 是丢尔的儿子 以利婿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钓油的 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季分的平安祭 这是市丢尔的儿子 以利婿的供武 第五天来献的是 西绵子孙的首领 苏利沙代的儿子 世露面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碗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季分的平安祭 这是苏利杀代儿子 世露灭的供武 第六天来线的是 加德子孙的首领 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季分的平安祭 这是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的供武 第七天来线的是 以法莲子孙的首领 亚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亚米呼儿子 以利沙玛的供武 第八天来 献的是 马拿西子孙的首领 比大旭的儿子加马列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 羊糕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比大旭儿子加马列的供武 第九天来 献的是 变雅敏子孙的首领 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丹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丹的供武 第十天来线的是 丹子孙的首领 亚米沙黛的儿子亚西一谢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鲸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亚米沙黛儿子亚西一谢的供武 第十一天来线的是 亚舍子孙的首领 俄兰的儿子帕杰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鲶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俄兰儿子 帕杰的供武 第十二天来线的是 拿福他利子孙的首领 以南而子亚希腊 他的供武是 一个银盘子 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一个银满 种七十摄克勒 都是按圣所的瓶 也都盛满了 钓油的细面做宿祭 一个鲶鱼 种十摄克勒 盛满了香 一只供牛毒 一只供绵羊 一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梵祭 一只山羊糕 做熟醉祭 两只供牛 五只供绵羊 五只供山羊 五只一岁的绵羊糕 做一祭分的平安祭 这是以南而子亚 希腊的供武 用高抹坛的日子 以色列的众首领 卫行献坛之礼 所献的是 银盘子十二个 银碗十二个 金条羹十二个 每盘子种一百三十摄克勒 每碗种七十摄克勒 一切器皿的银子 按圣所的平 共有二千四百摄克勒 十二个金鱼 剩满了香 按圣所的平 每鱼种十摄克勒 所有的金子 共一百二十摄克勒 做梵祭的 共有公牛十二只 公绵羊十二只 一岁的绵羊糕十二只 并同献的 素季做熟醉祭的 公山羊十二只 做平安寄生的 共有公牛二十四只 公绵羊六十只 公山羊六十只 一岁的绵羊糕六十只 这就是用高抹弹之后 卫行奉献弹之理所献的 摩西进会幕要语 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听见法贵的施恩座椅上 二纪录博中间 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民数记第八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对着 竹台发光 亚伦便这样行 他点竹台上的灯 是灯对着竹台发光 是照耶和华所 吩咐摩西的 这竹台的做法 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连做带花都是垂出来的 摩西制造竹台 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立位人来 洁净他们 洁净他们当这样行 用洁净的水潭在他们身上 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 洗衣服 洁净自己 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毒 并同线的宿剂 就是吊游的细面 你要另取一只公牛毒 作赎罪剂 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 招聚以色列全会众 将立位人奉到 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 亚伦也将立位人奉到 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当作共舞 使他们好办 耶和华的事 立位人要按手 在那两只公牛的头上 你要将一只做赎罪剂 一只做凡剂 献给耶和华 为立位人赎罪 你也要使立位人 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将他们当作共舞献给 耶和华 这样 你从以色列人中 将立位人分别出来 立位人便要归我 此后 立位人要进去办会幕的是 你要捷径他们 将他们当作共舞奉上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 全然给我的 我拣选他们归我 是代替以色列人中 一切投生的 以色列人中 一切投生的 连人带牲畜 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基沙 一切投生的那天 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 我拣选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中 一切投生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 将立位人当作赏赐 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在会幕中办 以色列人的事 又为以色列人赎罪 免得他们挨尽圣索 有栽阳临到他们中间 摩西 亚伦 并以色列全会众 便向立位人如此行 凡 耶和华指助立位人 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 就像他们这样行 于是 立位人被捷径 洗了衣服 亚伦将他们 当作供奉到 耶和华面前 亚伦又为他们赎罪 捷径他们 然后立位人进去 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在会幕中办事 耶和华指助立位人 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 就怎样向他们行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立位人是这样 从二十五岁以外 他们要前来任职 办会幕的事 到了五十岁 要停工退任 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 和他们的弟兄 一同伺候 谨守所嘱咐的 不再办事了 至于所嘱咐立位人的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民书记 第九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第二年正月 耶和华在西奈的 旷野小域摩西说 以色列人应当在 锁定的日期 守于月节 就是本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在锁定的 日期守这节 要按这节的律例 点章而守 于是摩西告诉 以色列人 守于月节 他们就在西奈的旷野 正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守于月节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 有几个人因死尸 而染了污秽 不能在那日守于月节 当日 他们到摩西 亚伦面前 说 我们虽因死尸 而染了污秽 为何被阻止 不得同以色列人 在锁定的日期限 耶和华的供物呢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暂且等候 我可以去听 耶和华指着 你们是怎样吩咐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和你们后代中 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 或在远方行路 还要向耶和华守于月节 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守于月节 要用无酵饼与苦菜 和于月节的羊羔同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羊羔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折断 他们要照于月节的一切 律例而守 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 若推辞不守于月节 那人要从民中检出 因为他在锁定的日期不限 耶和华的供物 应该担当他的罪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 愿意向 耶和华守于月节 他要照于月节的 律例点张行 不管是外人 是本地人 同归一例 立起账目的那日 有云彩遮盖账目 就是作证的账目 从晚上到早晨 云彩在旗上 形状如火 尝试这样 云彩在日间遮盖账目 夜间形状如火 云彩即时 从账目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 云彩在哪里停住 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 以色列人尊 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也尊 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云彩在账目上停住几时 他们就注营几时 云彩在账目上 停留许多日子 以色列人就守 耶和华所嘱咐的不起行 有时云彩在账目上击天 他们就照 耶和华的吩咐注营 也照 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有时从晚上到早晨 有着云彩在账目上 早晨云彩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或晝或夜云彩收上去的时候 他们就起行 云彩停留在账目上 无论是两天 是一月 是一年 以色列人就注营不起行 但云彩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他们遵 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也遵 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他们守 耶和华所吩咐的 都是凭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民书记第十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 都要彼此接连的 用以招聚会众 并叫重营起行 吹这号的时候 全会众要到你那里 聚集在会幕门口 他们若单吹一只号 众首领 就是以色列千夫的统领 要聚集到你那里 吹出大声的时候 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 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 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 他们将起行 必吹出大声 但招聚会众的时候 你们要吹号 却不要吹出大声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吹这号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在自己的地 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 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 神面前的蒙纪念 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圣洁 并越说 献凡记和平安纪的祭生 也要吹号 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 作为纪念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云彩从作证的账目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离开 西奈的旷野起行 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 这是他们照 耶和华及摩西所吩咐的 初次往前行 按照军队 首先往前行的是 游大营的旗帜 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统领以撒加支派军队的是苏鸭的儿子拿坦叶 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账目拆卸 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账目 先往前行 按照军队往前行的是 吕汴营的旗帜 统领军队的是 是丢尔的儿子以利婿 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是苏利沙代的儿子士路面 统领加德支派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各侠人抬着圣索先往前行 其余的人把账目之好 预备他们来到 按照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联营的旗帜 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统领马拿西支派军队的是比大序的儿子加玛列 统领变亚敏支派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丹 在诸营末后的是弹营的旗帜 按照军队往前行 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一线 统领亚舍支派军队的是俄兰的儿子帕杰 统领拿弗塔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西拉 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往前行 就是这样 摩西对他岳父米电人刘尔的儿子荷巴说 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 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 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 我们庇后待你 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已经应许给好处 荷巴回答说 我不去 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 摩西说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 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 你若和我们同去 将来耶和华有甚么好处待我们 我们也必以甚么好处待你 以色列人离开 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 耶和华的约贵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 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他们拔影往前行 日渐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一上 约贵往前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 耶和华呀 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约贵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 耶和华呀 求你回到以色列多千的人中 民数记第十一章 众百姓发怨言 耶和华就不喜悦 耶和华听线了 就怒气发作 使耶和华的火 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营的边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 耶和华火就熄了 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号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 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菜 葱 蒜 但现在 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这玛娜以外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这玛娜 彭腐颜粹子 颜色又好像塑胶 百姓周围行走 把玛娜收起来 或用摩推 或用旧刀 煮在锅中 又做成饼 滋味好像心油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娜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 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 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摩西也不喜悦 摩西对 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你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直抱到你 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 我从哪里的肉给这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号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立时将我杀了 不叫我献自己的苦情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招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知道 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 到我这里来 领他们到会幕前 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零分次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又要对百姓说 你们应当自节 预备明天吃肉 因为你们哭号说 谁给我们肉吃 我们在埃及很好 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耶和华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只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要吃一个整月 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 是你们厌恶了 因为你们藐视 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号说 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摩西队 耶和华说 这与我同住的百姓 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 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绑壁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你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 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位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将与他身上的零分 赐那七十个长老 聆听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不住地说预言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聆听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 米达 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少年人中的一个 回答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慎愿 神使 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 愿 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 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到营里去了 有风从 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安纯由海面刮来 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位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二轴 百姓起来 中日中夜 定次日一整天 不娶安纯 至少的也娶了十鹤梅尔 为自己百列在营的四位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耶和华用极重的在阳击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 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 走到哈喜洛 就住在哈喜洛 民述记第十二章 摩西娶了埃塞俄比亚女子 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 因他所娶的埃塞俄比亚女子 就毁谤他 说 难道 耶和华国真单借着摩西说话吗 他不也曾借着我们说话吗 这话 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 亚伦 米利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 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幕门口 赵亚伦和米利安 二人就出来了 他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现 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 耶和华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 发怒而去 云彩从灰幕上挪开了 不料米利安尝了大麻风 有血那样白 亚伦一看米利安 现他尝了大麻风 亚伦就对摩西说 爱在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行了愚昧 犯了罪 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 肉以半烂的死态 于是摩西哀求 耶和华说 神啊 求你医治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他父亲若土唾沫在他脸上 他岂不蒙修七天吗 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 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于是 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 百姓没有行路 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 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 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民数记第十三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打发人去 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 都要做首领的 摩西旧赵 耶和华的吩咐 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 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他们的名字 鼠吕变之派的 有撒克的儿子沙姆亚 鼠西免之派的 有合力的儿子的沙法 鼠犹大之派的 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鼠以萨迦之派的 有约瑟的儿子一家 鼠以法连之派的 有嫩的儿子河西亚 鼠遍亚敏之派的 有拉福的儿子帕提 鼠西布伦之派的 有缩底的儿子加勒 约瑟的子孙 鼠马拿西之派的 有苏西的儿子加勒 鼠蛋之派的 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 鼠亚舍之派的 有米加勒的儿子西田 鼠拿福他利之派的 有傅西的儿子拿比 鼠加德之派的 有马基的儿子就列 这就是摩西所打发 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 摩西就称嫩的儿子 河西亚魏约舒亚 摩西打发他们 去窥探迦南地 说你们从南边上山地去 看那地如何 其中所住的民 是强是弱 是多是少 所住之地是好世代 所住之处是银盘 是奸城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 是极薄 其中有数目没有 你们要放开胆量 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 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 他们上去窥探那地 从寻的旷野到利河 直到哈马口 他们从南地上去 到了西伯伦 在那里有亚纳族人 亚西曼 使筛 踏脉 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 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 他们到了以十个西 从那里砍下葡萄树的一枝 上头有一挂葡萄 两个人用杠抬着 他们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过来 因为以色列人 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 所以那地方叫坐以十个西 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 建摩西 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 回报摩西 亚伦并全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 成义也坚固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 看见了亚纳族的人 亚玛利人住在南地 赫人 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 并约淡河旁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 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报恶信 说 我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都身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巨人 他们是巨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 自己就如蚱蜂一样 据他们看 我们也是如此 民书记第十四章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百姓都哭号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 亚伦发愿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情愿神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情愿神使我们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圣魔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起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摩西 亚伦就脸浮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 窥探地的人中 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 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因毙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摇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但全会众说 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忽然 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惹动我要到基石呢 我在他们中 艰行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 我要到基石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摩西对 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施展大能 将这百姓从他们中 尖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 那民已经听见你 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 因为你耶和华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一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 夜间在火柱中 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你若把这百姓全都杀了 如杀一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 闭义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 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我 主大显能力 照你所说过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饶恕罪孽和过犯 总不以有罪的位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 赦免这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饶树他们一样 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然而我指着 我的永生启示 便得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 这些人虽看现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如今仍然试探我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 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 凡惹动我的 一个也不得看见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灵 专一根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 也必得那地为业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 明天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耶和华对摩西 亚伦说 这惠众向我发怨言 我忍耐他们要到基石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 您告诉他们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要照你们 达到我耳中的化带你们 你们的尸首 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 按你们的总数 从二十岁以外 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进我启示 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 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才能进去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要被掳掠的 我必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就得知 你们所藐视的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的尸首 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 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你们隐行的罪 直到你们的尸首 在旷野消灭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顶一日 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 就知道我的应许有破口了 我耶和华说过 我总要这样带着 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 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 在这里死亡 摩西所打发 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把毁谤不散变队 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 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 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仍然存活 摩西将这些话 告诉以色列众人 他们就甚悲哀 清早起来 上山顶去 说 看啊 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罪了 情愿上 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摩西说 你们为何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呢 这是不能顺利了 不要上去 因为 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 都在你们面前 你们必倒在刀下 因你们退回不跟从 耶和华 所以 耶和华必不与你们同在 他们却善赶上山顶去 然而 耶和华的约贵和摩西 没有出营 于是 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 都下来寄打他们 使他们溃乱 直到荷尔玛 民数记 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 取牛羊做伙计 献给 耶和华 无论是凡计 是还特许之愿的计 或是做甘心计 或是逢你们圣洁献的 都要奉给 耶和华为新乡之计 那献贡物的 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 并由一心四分之一 调和做素计 献给 耶和华 无论是凡计或是计生 你要为美之棉羊羔 一同预备奠祭的酒 一心四分之一 你要为公棉羊 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 并由一心三分之一 调和做素计 你又要用酒 一心三分之一 做电计 献给 耶和华为新乡之计 你预备公牛做凡计 或是未要还特许之愿的计 或是做平安计 献给 耶和华 他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 并由半心 调和做素计 和公牛一同献上 你又要用酒半心做电计 献给 耶和华为新乡的活计 献公牛 公绵羊 绵羊羔 山羊羔 每只都要这样办理 照你们所预备的树木 按着枝树 都要这样办理 凡本地人将心乡的活计献给 耶和华 都要这样办理 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 或有人世世代代 住在你们中间 愿意将心乡的活计献给 耶和华 你们怎样办理 他也要照样办理 至于会众 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利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怎样 外人也要怎样 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 当有一样的条例 一样的典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 吃那地的粮食 就要把举祭献给 耶和华 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 做饼当举祭奉献 你们举上好像举和长的举祭一样 你们世世代代 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 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不守耶和华所小于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就是耶和华界摩西 一切所吩咐你们的 自那日已至你们的世世代代 若有误犯 是会众所不知道的 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独作繁记 并照点章把宿祭和奠祭一同献给 耶和华为新乡之祭 又献一只山羊羔作赎罪祭 祭祀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 他们就必蒙饶恕 因为这是错误 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 把公武 就是向耶和华县的伙计和赎罪祭 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就必蒙饶恕 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 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作赎罪祭 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 祭祀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他就必蒙饶恕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误行了慎魔是必归一样的条例 但那善感行事的 无论是本地人是外人 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检出 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那人总要减除灭绝 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检柴 遇见他检柴的人 就把他带到摩西 亚伦并全会众那里 将他收在肩内 因为当怎样办他 还没有指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 总要把那人致死 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 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 用石头打死他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 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 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 一根蓝细带子 你们佩戴这穗子 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 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 眼目形邪淫像你们素肠一样 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 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的领出来 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民数记第十六章 立位的曾孙 哥侠的孙子 以斯哈的儿子可拉 和吕辫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滩 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 并以色列会中的二百五十个首领 就是会中有名望的人 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聚集攻击摩西 亚伦说 你们擅自专权 全会中各个既是圣洁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位甚摩次高 超过耶和华的会中呢 摩西听见这话 就脸浮在地 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 到了明天 耶和华必指示 谁是属他的 谁是圣洁的 就叫随亲近他 他所拣选的是谁 必叫随亲近他 可拉呀 你们要这样行 你和你的一党 要拿香炉来 明日 在耶和华面前 把火盛在炉中 把香放在旗上 耶和华捡选谁 谁就为圣洁 你们这立位的子孙 擅自专权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 立位的子孙啊 求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 神从以色列会中 将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办 耶和华障目的事 并站在会中面前 替他们荡插 耶和华又是你和你一切 弟兄立位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这几位小事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 是要攻击 耶和华 亚伦算慎魔 你们竟向他发愿言呢 摩西打发人去赵以利亚的儿子大滩 亚比兰 他们说 我们不上去 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 要在旷野杀我们 这几位小事 你还要自立位王 侠管我们吗 并且 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 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 给我们喂叶 难道你要弯这些人的眼睛吗 我们不上去 摩西就甚发怒 对 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共舞 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 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摩西对克拉说 明天 你和你一党的人 并亚伦都要站在 耶和华面前 个人要拿一个香炉 共二百五十个 把香放在上面 到耶和华面前 你和亚伦也个拿自己的香炉 于是 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 盛上火 加上香 同摩西 亚伦站在会幕门前 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 要攻击摩西 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 就向全会众显现 耶和华小玉摩西 亚伦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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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伦就脸浮在地 说 神 众人之灵的 神啊 一人犯罪 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会众说 你们离开可拉 打滩 亚比兰帐篷的四位 摩西起来 往大滩 亚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 他告诉会众说 求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吧 他们的物件 甚魔都不可摸 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罪中 与他们一同消灭 于是 众人离开可拉 打滩 亚比兰帐篷的四位 打滩 亚比兰带着妻子 儿女 小孩子 都出来 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 摩西说 我行的这一切 是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 乃是 耶和华打发我行的 必有证据是你们知道 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 或是他们所遭的 与世人相同 就不是 耶和华打发我来的 倘若 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 使地开口 把他们和一切 属他们的都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地坠落坑中 你们就明白 这些人是惹动 耶和华了 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 财物都吞下去 这样 他们和一切属 他们的都活活地坠落坑中 地口在他们上 头罩就合必 他们就从会中灭亡 在他们四围的 以色列众人 听他们呼号 就都逃跑 他们说 恐怕的也把我们吞下去 又有火从 耶和华那里出来 烧灭了那现香的 二百五十个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 把火撒在别处 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 把那些犯罪 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 叫人锤成片子 用以包弹 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 耶和华面前献过的 所以是圣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 所献的铜香炉拿来 锤成薄片 用以包弹 给以色列人做纪念 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 不得进前来在 耶和华面前献香 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 这乃是照 耶和华借着摩西之手所说的 第二天 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 亚伦发愿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 亚伦的时候 向会母观看 不料 有云彩遮盖了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摩西 亚伦就来到会母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他们二人就脸浮余地 摩西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剩在其中 又加上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 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 跑到会中 不料 瘟疫在百姓中 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 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 遭瘟疫死的 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 到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 民数记 第十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 从他们手下去账 每附加一根 从他们所有的首领 按他们的附加 共取十二根 你要将个人的名字 写在个人的账上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 写在立位的账上 因为在各附加中 位首的必有一根账 你要把这些账存在 会幕内法柜前 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 他的账笔开花 这样 我必使以色列人 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 不再达到我耳中 于是摩西小遇以色列人 他们的首领就把账交给他 按住支派 每首领一根 共有十二根 亚伦的账也在其中 摩西就把账存在 作证的账目内 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 摩西进作证的账目去 谁知立位族亚伦的账 已经发了牙 生了花包 开了花 接了赎信 摩西就把所有的账 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 给以色列众人看 他们看见了 各首领就把自己的账拿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把亚伦的账还放在法规前 给这些叛逆的人留作记号 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 免得他们死亡 摩西就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 他就怎样行了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你看 我们死了 我们灭亡了 都灭亡了 凡爱见 耶和华账目的是必死的 我们都要死亡吗 民数记第十八章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 并你本族的人 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 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祀 职任的罪孽 你要带你弟兄立位之派的人 就是你祖宗之派的人前来 使他们与你联合 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要一同在作证的账目前供旨 他们要守所嘱咐你的 并守全账目 只是他们不可挨进圣所的 器具和谈 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 他们要与你联合 也要看守会幕 办理账目一切的事 只是外人不可挨进你们 你们要看守圣所和谈 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 看啊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立位人 从以色列人中 拣选出来归 耶和华 是给你们为赏赐的 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你和你的儿子 要为一切属坛和慢字内的事 一同守祭司的职任 你们要这样供职 我将祭司的职任给 你们当作赏赐是奉我 凡哀尽的外人 必被致死 耶和华小于亚伦说 看啊 我已将归我的举计 就是以色列人 一切分别未胜的物 交给你精管 以你受过高 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当作永远的定力 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贡物 就是一切的宿计 赎罪计 赎千计 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 都为至圣之物 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你要拿这些在至圣所吃 凡男丁都可以吃 你当以此物为上 以色列人所献的 举计并摇计都是你的 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 当作永远的定力 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 都可以吃 凡油中 辛酒中 麦子中治好的 就是以色列人所要献给 耶和华初熟之物 我都赐给你 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 耶和华初熟之物 也都要归于你 你家中的洁净人 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 一切涌现的 都必归于你 他们所有奉给 耶和华的 连人带牲畜 凡投生的 都要归给你 只是人投生的 总要熟出来 不竭净牲畜 投生的 也要熟出来 其中在一月之外 所当熟的 要照你所孤定的架 按圣所的平 用前五摄克勒 熟出来 一摄克勒是二十级拉 只是投生的牛 或是投生的绵羊和山羊 你必不可熟 都是圣的 你要把驼的 血洒在坛上 把驼的枝油焚烧 当作新香的火迹 献给 耶和华 驼的肉壁归你 像被摇的胸 被举的右前腿 归你一样 凡以色列人 所献给 耶和华生物中的举计 我都赐给你 和你的儿女 当作永远的定力 这是给你 和你的后裔 在 耶和华面前 作为永远的言约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 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 也不可有份 我就是你的分 是你的产业 看啊 凡以色列中 出产的十分之一 我已赐给 立位的子孙为业 因他们所办的事 会幕的事 所以赐给他们 未愁他们的牢 从今以后 以色列人断不可 挨进会幕 免得他们 担罪而死 唯独立位人 要办会幕的事 并且他们 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他们在以色列人中 不可有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中 出产的十分之一 就是献给 耶和华为举计的 我已赐给立位人 为业 所以我对他们说 在以色列人中 不可有产业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小玉立位人说 你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我给你们 喂业的 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 取十分之一 作为举计献给 耶和华 这举计 要算为你们 场上的骨 又如满酒炸的酒 这样 你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得的十分之一 也要做举计献给 耶和华 从这十分之一中 将所献给 耶和华的举计 归给祭司亚伦 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 要从其中将制好的 就是分别喂圣的 献给 耶和华为举计 所以你要对立位人说 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 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 又如酒炸的酒 你们和你们家属 随处可以吃 这原是你们的赏赐 是愁你们在 会幕里办事的牢 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 就不致因这五单罪 你们不可玷污以色列人的圣物 免得死亡 民数记第十九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亚伦说 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 乃是这样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一只没有残疾 未曾富恶 纯红的母牛毒迁到你这里来 交给祭祀以利亚撒 他必迁到营外 人就把牛仔在他面前 祭祀以利亚撒 要用指头沾这牛的血 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 把这母牛毒焚烧 牛的皮 肉 血 粪都要焚烧 祭祀要把香柏木 牛西草 珠红色线 都丢在烧母牛毒的火中 祭祀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可以禁营 烧牛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也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 收起母牛毒的灰 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汇种调 做格污之水 这本是除罪的 收起母牛毒灰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这要给以色列人 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作为永远的定力 摸了人死尸的 就必七天不洁净 那人到第三天 要用这除污秽的水 洁净自己 第七天就洁净了 他若在第三天 不洁净自己 第七天就不洁净了 凡摸了人死尸 不洁净自己的 就玷污了 耶和华的帐母 这人必从以色列中捡出 因为那格污之水 没有洒在他身上 他就未不洁净 污秽还在他身上 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 乃是这样 凡进那帐篷的 和一切在帐篷里的 都比七天不洁净 凡场口的器皿 就是没有扎上盖的 也是不洁净 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 被刀杀的 或是尸首 或是人的骨头 或是坟墓 就要七天不洁净 要为这不洁净的人 拿些用母牛毒烧成的 除醉灰 放在器皿里 倒上活水 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 拿牛西草 站在这水中 把水洒在帐篷上 和一切器皿 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 又洒在摸了骨头 或摸了被杀的 或摸了自死的 或摸了坟墓的 那人身上 第三天和第七天 洁净的人 要洁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第七天 就使他成为洁净 那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到晚上就洁净了 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 要将他从汇中剪除 因为他玷污了 耶和华的圣索 格污之水 没有洒在他身上 它是不洁净的 这要给你们 作为永远的定例 并且 那洒格污之水的人 要洗衣服 凡摸格污之水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不洁净人 所摸的一切物 就不洁净 摸了这物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民书记第二十章 正月间 以色列全惠众到了 寻的荒漠 就住在加迪斯 米利岸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惠众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摩西 亚伦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我们的弟兄 曾死在耶和华面前 情愿 神使我们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 耶和华的惠众 领到这旷野 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 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 这地方不好洒种 也没有无花果树 葡萄树 石榴树 又没有水喝 摩西 亚伦离开会众 到会幕门口 脸浮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拿着仗去 和你的哥哥亚伦 招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 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赵 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耶和华面前 取了仗去 摩西 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们定要为你们使水 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 用仗机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 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 遵我卫生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 重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 是因以色列人向 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卫胜 摩西从加蒂斯 差遣使者去献以东王 说 你的兄弟以色列这样说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你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的列祖 怎样下到埃及 我们曾在埃及久住 埃及人苦待我们和我们的列祖 我们哀求 耶和华的时候 他听了我们的声音 拆遣天使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这是你都知道 如今 我们在你边界上的成家蒂斯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的经过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直走王的大道 不偏左右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 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 以色列人对他说 我们要走大道上去 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 必给你价值 不求别的 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 他说 你不可经过 以东王就率领许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抵挡他 这样 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 从他的境界过去 于是以色列转去 离开他 以色列全会重 从加迪斯起行 到了赫尔山 耶和华在附近 以东边界的赫尔山上 小于摩西 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本民那里 他必不得 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撒上赫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列祖 摩西就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三人当住 惠伦的眼前上了赫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 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 见亚伦已经死了 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 民数记第21章 驻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从探子之路来 他就和以色列征战 带走他们几个人作囚 以色列向耶和华发愿说 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 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耶和华听远了以色列的祷告 把迦南人交付他们 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 进行毁灭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赫尔玛 他们从赫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走 要绕过以东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甚是烦躁 就妄论 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 没有水 我们的心眼饿着淡薄的食物 于是 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 说 我们妄论 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 耶和华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 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杆子上 凡被咬的 遗忘这蛇就必得活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 遗忘这铜蛇就活了 以色列人起行 安营在阿博 又从阿博起行 安营在以耶亚巴林 与摩押相对的旷野 向日出之地 从那里起行 安营在撒列谷 从那里起行 安营在亚嫩河那边 这亚嫩河是在旷野 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 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 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 所以耶和华的战绩上说 他所行的是在红海亚嫩河 并向亚尔城中西的溪水 是靠近摩押的境界 以色列人从那里到了比尔 从前耶和华小域摩西说 招聚百姓 我好给他们水喝 说的就是这景 当时 以色列唱歌说 景啊 涌上水来 你们要向这景歌唱 这景是首领和民中的贵族 按着设立律法者所指示的 用帐所挖所掘的 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 从马他拿到拿哈列 从拿哈列到巴末 从巴末到了摩押地的谷 又到那望向耶士门之皮 斯家的山顶 以色列差遣使者 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说 求你容我们 从你的的经过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直走王的大道 不偏左右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西红不容以色列 从他的境界经过 西红乃招聚他的众民 出到旷野 要攻击以色列 他便到了雅杂 与以色列征战 以色列用刀刃杀了他 得了他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直到亚门人的境界 因为亚门人的境界 多有尖累 以色列夺取这一切的诚意 以色列野助亚摩利人的诚意 就是西石本与西石本的一切乡村 这西石本是亚摩利王西红的京城 西红曾与摩鸭的先王征战 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 直到亚能河 所以那些论俗语的说 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红的城被修造 被建立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 这火烧进摩鸭的亚尔 和亚能河种高丘的主 摩鸭啊 你有祸了 积末的民啊 你们灭亡了 积末的男子逃奔 女子被掳 交付亚魔力的王西红 我们设了他们 西石本质到底 本尽皆毁灭 我们使得变成荒场 直到挪法 这挪法之言到谜底巴 这样 以色列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 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雅蟹 以色列人就占了雅蟹的阵势 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石本的亚摩利王西红一般 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 并他的众民 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民数纪第22章 以色列人起行在摩牙平原 约旦河这边对着耶利哥安影 以色列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 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 摩牙人因以色列民甚多 就大大惧怕 心内忧击 对米店的长老说 现在这种人要把我们思维所有的一概舔吃 就如牛舔吃田间的草一般 那是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牙王 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 到比尔的儿子巴勒本乡那里找巴勒来 说你看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 遮满地面与我对居 这民比我强盛 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 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服 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摩牙的长老和米店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 到了巴勒那里 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 巴勒说 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我必照 耶和华所小狱 我的回报你们 摩牙的使臣就在巴勒那里住下了 神临到巴勒那里 说 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巴勒回答 神说 是摩牙王希波的儿子 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 说 你看 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 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战胜他们 把他们赶出去 神对巴勒说 你不可同他们去 你也不可咒诅纳明 因为纳明是蒙福的 巴勒早晨起来 对巴勒的使臣说 你们回本地去吧 因为 耶和华不容 我和你们同去 摩牙的使臣就起来 回巴勒那里去 说 巴勒不肯和我们同来 巴勒又拆遣使臣 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 他们到了巴勒那里 对他说 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求你不容慎魔事 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 你得极大的尊荣 你向我要慎魔 我就给你慎魔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面 巴勒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 也不得越过 耶和华我 神的命 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等我得知 耶和华还要对我说慎魔 当夜 神临到巴勒那里 说 这些人若来召你 你就起来同他们去 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巴勒早晨起来 背上驴和摩牙的使臣一同去了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 耶和华的天使 站在路上抵挡他 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驴看现 耶和华的天使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就从路上跨进田间 巴勒便打驴 要叫陀回转上路 耶和华的天使 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 这边有墙 那边也有墙 驴看现 耶和华的天使 就贴靠墙 将巴勒的脚挤伤了 巴勒又打驴 耶和华的天使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驴看现 耶和华的天使就卧在巴勒底下 巴勒发怒 用仗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 对巴勒说 我向你行了肾魔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勒对驴说 因为你戏弄我 我恨不能手中有刀 把你杀了 驴对巴勒说 我不是你从小时 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 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勒说 没有 当时 耶和华开了巴勒的眼睛 使巴勒的眼目明亮 他就看现 耶和华的天使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巴勒便低下头 扶倒在地 耶和华的天使对他说 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 看啊 我出来抵挡你 因你所行的 在我面前偏僻 驴看现我就三次转离我 驴若没有转离我 我早把你杀了 留陀存活 巴勒对耶和华的天使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耶和华的天使对巴勒说 你同这些人去吧 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 于是巴勒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 巴勒听见巴勒来了 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 这城市在边界上 在亚嫩河旁 巴勒对巴勒说 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 到你那里去召你吗 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 巴勒说 看啊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现在 我岂能擅自说圣魔呢 神将圣魔话传给我 我就说圣魔 巴勒和巴勒同行 来到激烈 胡索 巴勒献了牛羊 送给巴勒和陪伴的使臣 到了次日 巴勒领巴勒到巴利的重高处 巴勒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 民书记第23章 巴勒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给我住七座坛 为我预备七只公牛 七只公棉羊 巴勒照巴勒的话行了 巴勒和巴勒在每座坛上线 一只公牛 一只公棉羊 巴勒对巴勒说 你站在你的梵祭旁边 我且往前去 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 他指示我圣魔 我必告诉你 于是巴勒上已高处 神迎见巴勒 巴勒说 我预备了七座坛 在每座坛上线了一只公牛 一只公棉羊 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勒 又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 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现他同摩押的使臣 都站在梵祭旁边 巴勒便提起他的 比如说 巴勒引我出亚兰 摩押王引我出东山 说 来啊 为我咒诅雅各 来啊 怒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焉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看啊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列国中 谁能竖点雅各的尘土 谁能计算 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 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 巴勒对巴勒说 你向我所做的事 甚么是呢 我领你来咒诅 我的仇敌 不料 你敬畏他们祝福 他回答说 耶和华传给我的话 我能不必谨慎传说吗 巴勒说 求你同我往别处去 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 你不能全看见 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 在那里 要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领巴勒到了索肥田 上了皮斯加山顶 住了七座坛 每座坛上现一只公牛 一只公绵羊 巴勒对巴勒说 你站在这凡济旁边 等我往那边去迎见 耶和华 耶和华临到巴勒那里 将话传给他 又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 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现他站在凡济旁边 摩押的使臣 也和他在一处 巴勒问他说 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 巴勒就提起他的比喻说 巴勒 你起来听 西波的儿子 你听我言 神非人 必不至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至后悔 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 岂不要成就呢 看啊 我奉命祝福 神也曾赐福 此事我不能翻转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 耶和华的他的 神和他同在 有欢呼王的声音 在他们中间 神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似乎有毒局兽之力 断没有法术 可以害雅各 也没有占卜 可以害以色列 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 就是论及以色列说 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看啊 这名起来 庞福大师 挺身 好像少壮狮子 未曾吃猎物 未曾喝被杀者之血 他绝不躺卧 巴勒对巴勒说 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 也不要为他们祝福 巴勒回答巴勒说 我岂不是告诉你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必须遵行吗 巴勒对巴勒说 请你来吧 我领你往别处去 或者 神喜欢你在那里 为我咒诅他们 巴勒就领巴勒到那 望向耶士门的 皮尔山顶上 巴勒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为我住 七座坛 又在这里为我 预备七只公牛 七只公绵羊 巴勒就照巴勒的画形 在每座坛上 上线一只公牛 一只公绵羊 民书记 第二十四章 巴勒见 耶和华喜欢赐 浮予以色列 就不向前两次去求法术 却免向旷野 巴勒举目 看见以色列 赵筑之派在帐篷居住 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 他便提起他的比喻说 比尔的儿子巴勒说 眼目睁开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 得见全能者的异象 眼目睁开 而浑游向外的人说 雅各啊 你的帐篷何等华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帐篷何其华丽 如接连的山谷 如河旁的园子 如耶和华所在的 芦荟树 如水边的香柏木 他必把水从桶里倒出 种子要洒在多水之处 他的王必超过亚甲 他的国必要振兴 神领他出埃及 他似乎有独角兽之力 他要吞吃敌国 折断他们的骨头 用剑射透他们 他蹲如狮子 卧如大狮 谁敢惹他 凡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巴勒向巴兰生气 就拍起手来 对巴兰说 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 不料 你这三次 敬畏他们祝福 如今 你快逃到本地去吧 我想是你得大尊荣 不料 耶和华却阻止你 不得尊荣 巴兰对巴勒说 我岂不是对你 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 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得越过 耶和华的命 凭自己的心意 行好行态 耶和华说圣魔 我就要说圣魔 看啊 现在我要回本足去 你来 我告诉你 这明日后 要怎样待你的命 他就提起他的 比喻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眼目睁开的人说 得听 神的言语 明白 至高者的意志 看现全能者的意向 眼目睁开 而浑游向外的人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兴要出于雅各 有 王权要兴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 毁坏瑟特之子 以东必备的魏基叶 希尔也必为他仇敌所得 以色列必行是勇敢 有一个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 巴兰观看亚玛利 就提起他的比喻说 亚玛利原位诸国之首 但他终必永远灭亡 巴兰观看基尼人 就提起他的比喻说 你的住处本是坚固 你的窝巢坐在盐穴中 然而基尼必至衰微 直到亚树把你掳去 巴兰又提起他的比喻说 爱在 神行这是 谁能得火 必有人乘船 从机提借而来 苦害亚树 苦害西伯 他也必至永远灭亡 于是巴兰起来 回他本地去 巴勒也回去了 民数记第25章 以色列住在石亭 百姓与摩押女子 泛起淫乱 他们又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众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众神 以色列与巴利皮尔联合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 耶和华对摩西说 将百姓中所有的祖长 在耶和华面前对着日头吊挂 使耶和华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 刻意消了 于是摩西对以色列的审判官说 凡数你们的人 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 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 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 谁知 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 当他们眼前 带着一个米店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 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短枪 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 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 这样 在以色列人中 瘟疫就止息了 那时遭瘟疫死的 有二万四千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 为我的缘故热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 把以色列人除灭 因此 你要说 看啊 我将我平安地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 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祭司 执任的约 因他为 神有热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与米店女人 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 名叫辛利 是撒路的儿子 是西免一个宗族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店女人 名叫戈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是米店 一个宗族的首领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店人 击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 扰害你们 在皮尔的世上 和他们的姊妹 米店首领的女儿 戈斯比的世上 用这诡计诱骗了你们 这戈斯比 当瘟疫流行的日子 因皮尔的是被杀了 民书记 第二十六章 瘟疫之后 耶和华小玉摩西 和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说 你们要将以色列 全会众 按他们的附加 凡以色列中 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 计算总数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 在摩牙平原 与耶利哥相近的 约旦河边 向以色列人说 将你们中间 从二十岁以外的计算总数 是赵 耶和华分付出 埃及地的摩西 和以色列人的话 以色列的长子是吕变 吕变的种子 属哈诺的 有哈诺族 属法禄的 有法禄族 属西斯伦的 有西斯伦族 属加米的 有加米族 这就是吕变的各族 其中背数的 共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名 法禄的儿子 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种子 是尼姆列 大滩 亚比兰 这大滩 亚比兰 就是会中有名望的 与可拉一党同向 耶和华争闹的时候 也向摩西 亚伦争闹 地边开口吞了他们 和可拉 可拉的党类 一同死亡 那石火吞灭了 二百五十个人 他们就做了警戒 然而可拉的种子 没有死亡 按着家族 西缅的种子 属尼姆利的 有尼姆利族 属亚敏的 有亚敏族 属亚金的 有亚金族 属谢拉的 有谢拉族 属扫罗的 有扫罗族 这就是西缅的各族 共有二万二千二百名 按着家族 加德的种子 属喜分的 有喜分族 属哈基的 有哈基族 属书尼的 有书尼族 属阿斯尼的 有阿斯尼族 属以利的 有以利族 属亚绿的 有亚绿族 属亚列利的 有亚列利族 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四万零五百名 犹大的儿子 是尔和俄南 这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 按着家族 犹大其余的种子 属士拉的 有士拉族 属法勒斯的 有法勒斯族 属谢拉的 有谢拉族 法勒斯的儿子 属西斯伦的 有西斯伦族 属哈姆勒的 有哈姆勒族 这就是犹大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七万六千五百名 按着家族 以撒加的种子 属陀拉的 有陀拉族 属普瓦的 有普瓦族 属亚树的 有亚树族 属申伦的 有申伦族 这就是以撒加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六万四千三百名 按着家族 西部伦的种子 属西列的 有西列族 属乙伦的 有乙伦族 属亚利的 有亚利族 这就是西部伦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六万零五百名 按着家族 约瑟的儿子 有马拿西 以法莲 马拿西的种子 属马吉的 有马吉族 马吉生鸡列 属鸡列的 有鸡列族 鸡列的种子 属伊以蟹的 有伊以蟹族 属希勒的 有希勒族 属亚斯列的 有亚斯列族 属世贱的 有世贱族 属世米大的 有世米大族 属西福的 有西福族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梅儿子 只有女儿 西罗菲哈女儿的 名字就是 马拉 诺阿 荷拉 米加 德萨 这就是马拿西的 各族 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五万二千七百名 按着家族 以法莲的种子 属书滴了的 有书滴拉族 属笔节的 有笔节族 属他喊的 有他喊族 书滴了的种子 属以蓝的 有以蓝族 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 各族 照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三万二千五百名 按着家族 这都是约瑟的子孙 按着家族 变雅敏的种子 属笔拉的 有笔拉族 属亚识别的 有亚识别族 属亚西兰的 有亚西兰族 属书反的 有书反族 属户反的 有户反族 笔拉的种子 是亚勒 乃曼 属亚勒的 有亚勒族 属乃曼的 有乃曼族 按着家族 这就是变雅敏的子孙 其中背数的 共有四万五千六百名 按着家族 淡的种子 属书含的 有书含族 按着家族 这就是淡的各族 照其中背数的 书含所有的各族 共有六万四千四百名 按住家族 亚舍的种子 属阴拿的 有阴拿族 属义诗围的 有义诗围族 属比利亚的 有比利亚族 比利亚的种子 属西别的 有西别族 属马节的 有马节族 亚舍的女儿名叫希腊 这就是亚舍子孙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五万三千四百名 按着家族 拿付他利的种子 属亚靴的 有亚靴族 属姑尼的 有姑尼族 属椰色的 有椰色族 属士冷的 有士冷族 按着家族 这就是拿付他利的各族 他们中间背数的 共有四万五千四百名 以色列人中背数的 共有六十万零 一千七百三十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 分给这些人 为业 人多的 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 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要照背数的人数 把产业分给个人 虽是这样 还要按签分地 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 承受为业 要按着所彻的签 看人数多 人数少 把产业分给他们 立位人 按着他们的各族背数的 属格顺的 有格顺族 属格侠的 有格侠族 属米拉利的 有米拉利族 立位的各族 有利尼族 西伯伦族 玛丽族 姆士族 可拉族 格侠生暗兰 暗兰的七名教约级别 是立位女子 生在埃及 他给暗兰生了亚伦 摩西 并他们的子子米利安 亚伦生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马 拿达 亚比户在 耶和华面前线一伙的时候 就死了 立位人中 凡一个月以外 倍数的南丁 共有二万三千 他们本来没有数在 以色列人中 因为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分给他们产业 这些就是被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所数的 他们在摩押平原 与耶利哥相近的 约旦河边 数点以色列人 但倍数的人中 没有一个是摩西和 祭司亚伦 从前在西奈的旷野 所属的以色列人 因为 耶和华论道他们说 他们必要死在旷野 所以 除了耶弗尼的儿子 加勒 和嫩的儿子 约书亚以外 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民书记 第27章 蜀约瑟的儿子 马拿西的各族 有马拿西的元孙 马吉的曾孙 激烈的孙子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的女儿 名叫马拉 罗阿 荷拉 米加 德萨 他们前来 站在会幕门口 在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 并众手领雨 全会众面前 说 我们的父亲 死在旷野 他不与可拉同党 聚集攻击 耶和华 是在自己最终死的 他也没有儿子 为什么 因我们的父亲 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从 他族中除掉呢 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 分给我们产业 于是 摩西将他们的案件 乘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 说得有理 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 归给他们 你也要小玉以色列人说 人若死了 没有儿子 就要把他的产业 归给他的女儿 他若没有女儿 就要把他的产业 给他的弟兄 他若没有弟兄 就要把他的产业 给他父亲的弟兄 他父亲若没有弟兄 就要把他的产业 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 他便要得未业 这要做以色列人的 律例典章 是赵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上这亚巴林山 观看我所赐给 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 你也必归到你本民那里 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当会众争闹的时候 违背了我的命 没有在永水之地 会众眼前尊我未胜 这水就是寻的旷野 加低斯米利巴水 摩西对耶和华说 愿耶和华众人之灵的 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也可以引导他们出入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对摩西说 嫩的儿子约书亚 是心中有灵的 你将他领来 按守在他头上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 和全会众眼前 嘱咐他 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 以利亚撒要平无灵的判断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全会众 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 于是摩西赵 耶和华所吩咐的 将约书亚领来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 和全会众面前 按守在他头上 嘱咐他 使赵 耶和华及摩西所吩咐的话 民数记第28章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献给我的供物 并献给我做新香火祭的食物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又要对他们说 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 每日两只 作为长献的繁计 早晨要献一只 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 又用西面依法十分之一 定导成的油 一心四分之一 调和作为宿计 这是西奈山所命 定位长献的繁计 是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伙计 为这一只绵羊羔 要同献奠计的酒 一心的四分之一 在圣索中 你要将纯酒奉给 耶和华为奠计 晚上 你要献那一只绵羊羔 必照早晨的素计 和铜献的奠计献上 作为新香的伙计 献给耶和华 当安息日 要献两只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 并用吊油的细面依法 十分之二为素计 又将铜献的奠计献上 这是每安息日线的繁计 那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奠计在外 每月说 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 献给耶和华为繁计 每只公牛 要用吊油的细面依法 十分之三作为素计 那只公绵羊 也用吊油的细面依法 十分之二作为素计 每只绵羊羔 要用吊油的面依法 十分之一作为素计和心香的繁计 是献给耶和华的活计 一只公牛要垫九半心 一只公绵羊 要垫九一心三分之一 一只绵羊羔 也垫九一心四分之一 这是每月的繁计 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 又要将一只山羊羔 喂熟最近 献给耶和华 要献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垫计以外 正月十四日是 耶和华的愉悦节 这月十五日是节期 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天当有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你们倒要将火计 就是公牛毒两只 公绵羊一只 一岁的绵羊羔七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献给耶和华为繁计 同线的素计 用吊油的细面 喂一只公牛 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喂一只公绵羊 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绵羊羔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山羊 作赎罪计 为你们赎罪 你们献这些 要在早晨长线的繁计以外 一连七日 每日要照这里 把新乡火计的食物献给 耶和华 是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殿计以外 第七天当有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七七节庄稼出俗 你们献新宿祭给 耶和华的日子 当有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堵两只 公绵羊一只 一碎的绵羊羔七只 作为新乡的繁计献给 耶和华 铜线的宿祭 用吊游的细面 喂每只公牛 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喂一只公绵羊 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喂那七只绵羊羔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山羊羔 为你们赎罪 这些 你们要献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都要没有残疾的 民书记第29章 七月初一日 你们当有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是你们当首位吹号的日子 你们要将公牛独一只 公绵羊一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七只 作为新乡的繁计献给 耶和华 铜线的宿计 用吊游的细免 喂一只公牛 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喂一只公绵羊 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喂那七只绵羊羔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山羊羔 作赎罪计 为你们赎罪 这些是本月的繁计 和铜线的宿计 并每天献的繁计 与铜线的宿计 以及照例铜线的奠计以外 都作为新乡的活计献给 耶和华 七月初十日 你们当有圣会 要刻苦己心 甚魔功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毒一只 公绵羊一只 一碎的绵羊羔七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作为新乡的繁计献给 耶和华 铜线的宿计 用吊游的细免 喂一只公牛 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喂一只公绵羊 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喂那七只绵羊羔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山羊羔 喂赎罪计 这是在赎罪计和长献的繁计 与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七月十五日 你们当有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向耶和华首节七日 你们要用新乡的火计 就是公绵羊两只 一碎的绵羊羔十四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献给耶和华为繁计 铜线的宿计用钓油的细面 为那十三只公牛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三 为那两只公绵羊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为那十四只棉羊羔 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山羊羔 为赎罪计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第二天要献公牛毒十二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绵羊和绵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宿计和铜线的奠计 又要献一只山羊羔 未熟最近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第三天要献公牛十一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绵羊和绵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宿计和铜线的奠计 又要献一只山羊 未熟醉计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第四天要献公牛十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绵羊和绵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宿计和铜线的奠计 又要献一只山羊羔 未熟醉计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 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第五天要献公牛九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绵羊和绵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宿计 和铜线的奠计 又要献一只山羊 未熟醉计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 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第六天要献公牛八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绵羊和绵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宿计 和铜线的奠计 又要献一只山羊 未熟醉计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 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第七天要献公牛七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绵羊和绵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宿计 和铜线的奠计 又要献一只山羊 未熟醉计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 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第八天 你们当有严肃会 甚魔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一只 公绵羊一只 没有残疾 一碎的绵羊羔 七只做火计 献给 耶和华为心香的繁计 并为公牛 公绵羊和绵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宿计 和铜线的奠计 又要献一只山羊 未熟醉计 这是在长献的繁计 和铜线的宿计 并铜线的奠计以外 这些计要在 你们的节期献给 耶和华 都在所许的愿病 甘心所献的意外 作为你们的繁计 宿计 奠计 和平安计 于是摩西照 耶和华所吩咐 他的一切 话告诉以色列人 民数记 第三十章 摩西小域 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乃是这样 人若向 耶和华许愿或启示 要约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 必要暗口中 所出的一切话行 女子年幼 还在付嫁的时候 若向 耶和华许愿 要约束自己 他父亲也听见 他所许的愿病 约束自己的话 却向他默默不言 他所许的愿病 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未定 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 若不应承 他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不得未定 耶和华也必饶恕他 因为他父亲不应承 他若出了嫁 有愿在身 或是嘴中出了约束自己的 冒失话 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却向他默默不言 他所许的愿病 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未定 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不应承 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 和他用嘴吐出 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耶和华也必饶恕他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 所许的愿 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 都要未定 他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 或起了事 约束自己 丈夫听见 却向他默默不言 也没有不应承 他所许的愿病 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未定 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把这两样全废了 妇人嘴中所许的愿 或是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不得未定 因他丈夫 已经把这两样废了 耶和华也必饶恕他 凡他所许的愿 和刻苦 约束自己所起的事 他丈夫可以坚定 也可以废去 倘若他丈夫天天 向他默默不言 就算是坚定 他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因丈夫听见的日子 向他默默不言 就使这两样坚定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若使这两样全废了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这是丈夫带妻子 父亲带女儿 女儿年幼 还在父家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 民数记第31章 耶和华小域摩西说 你要在米店人身上 报以色列人的仇 后来要归到你本民那里 摩西告诉百姓说 你们中间好些人 要带兵器出去攻击米店 好在米店人身上 为耶和华报仇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每支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计的人中 每支派交出一千人 共一万二千人 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就打发 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 并打发祭祀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同去 菲尼哈手里 拿着圣索的器皿 和吹打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店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中 杀了米店的武王 就是一位 李金 苏尔 护尔 李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 掳了米店人的妇女孩子 并将他们的牲畜 羊群 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 当作掳物 他们又用火焚烧 他们所著的成意 和他们一切加美的成蕾 把一切所夺的 所掳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掳的人 所夺的牲畜 财物 都带到摩押平原 在约旦河边 与耶利哥相近的银盘 交给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 于千夫长 百夫长 发怒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要存留 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 看啊 这些妇女 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 在皮尔的世上得罪 耶和华 以至耶和华的会众 遭遇瘟疫 所以 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 和所有已经与男子 同寝交合的女子 都杀了 但女孩子中 凡没有与男子 同寝交合的 你们都可以 存留她的活命 你们要在营外 住扎七日 凡杀了人的 和一切摸了被杀的 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 第三天 第七天 都要洁净自己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 皮物 山羊毛枝的物 和各样的木器 洁净自己 祭司以利亚撒队 打仗回来的兵丁说 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律法中的条例 乃是这样 金 银 铜 铁 锡 键 凡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他 经火就为洁净 然而还要用 格污之水洁净他 凡不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他过水 第七天 你们要洗衣服 就为洁净 然后可以进营 耶和华小 玉摩西说 你和祭司以利亚撒 并会众的各族场 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 和牲畜的总数 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 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兵丁 一半归于全会众 又要从出去打仗 所得的人口 牛 驴 羊群中 每五百取一 作为供供奉给 耶和华 从他们一半之中 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 作为耶和华的举计 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 就是从人口 牛 驴 羊群 各样牲畜中 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 耶和华账母的立为人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 所掳来的 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二千只 驴六万一千匹 女人共三万二千口 都是没有与男子同情交合的 出去打仗之人的分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 共计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从其中归 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只 从其中归 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七十二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从其中归 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六十一匹 人一万六千口 从其中归 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三十二口 摩西把贡物 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计 交给祭司以利亚撒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 取来分给他们的 会众的那一半有 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人一万六千口 无论是人口是牲畜 摩西每五十取一 替以色列人交给看守 耶和华丈母的立位人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 都进前来见摩西 对他说 仆人拳下的兵 以经计算总数 并不短少一人 如今 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 就是链子 镯子 戒指 耳环 片子 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武 好在 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都是做成的配饰 千夫长 百夫长所献给 耶和华为礼物的金子 共有一万六千七百五十摄克勒 各冰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收了千夫长 百夫长的金子 就带进会幕 在耶和华面前 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民数纪第32章 吕汴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 他们看见亚谢地和激烈地 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并会众的首领 说 亚他路 狄本 亚谢 宁拉 西石本 以利亚历 士班 尼泊 离文 就是 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供取之地 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你仆人也有牲畜 又说 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这的给我们喂业 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摩西对加德子孙和吕汴子孙说 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你们竟坐在这里吗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 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我先前从加迪斯巴尼亚 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 他们也是这样行 他们上以十个谷 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 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 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就在当时 耶和华的怒气发作 就启示说 凡从埃及上来 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是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基尼洗足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了 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 谁知 你们起来接续先祖 增添罪人的数目 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 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 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 便是你们使着众民灭亡 两支派的人挨尽摩西 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 为妇人孩子造成 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 但我们的妇人孩子 因这地居民的缘故 要住在坚固的城内 我们不回家 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寿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若这样行 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 等他赶出他的仇敌 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 然后你们可以回来 像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位无罪 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倘若你们不这样行 旧正得罪耶和华 要知道你们的罪必找上你们 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 执管去行 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 为你们的羊群累圈 加德子孙和吕辫子孙对摩西说 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 我们的妻子孩子 羊群和所有的牲畜 都要留在激烈的个城 但你的仆人 凡带兵器的 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 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 祭祀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并以色列众之派的族长 说 加德子孙和吕辫子孙 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 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 那地被你们制服了 你们就要把激烈的给他们喂业 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 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的产业 加德子孙和吕辫子孙回答说 耶和华怎样对你仆人说 我们就怎样行 我们要带兵器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进入迦南地 只是约旦河这边 我们所得未业之地 仍归我们 摩西江亚摩利王西红的国 和巴山王厄的国 连纳蒂和周围的诚意都给了加德子孙和吕辫子孙 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 加德子孙建造笛本 亚他路亚罗尔 亚他路硕返 亚谢 约比哈 伯明拉 伯哈兰 都是坚固城 他们又累羊眷 吕辫子孙建造西石本 以利亚利 基列亭 尼波 巴利缅 西比马 尼波 巴利缅 名字是改了的 又给他们所建造的成令起别名 马拿西的儿子马吉 他的子孙往基列去 占了那地 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 他子孙就住在那里 马拿西的子孙雅尔 去占了激烈的小村庄 就称这些村庄位哈沃特雅尔 罗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 就按自己的名称 基纳为罗巴 民数记第33章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 在摩西 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 记载下面 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 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 其路程乃是这样 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 以色列人从蓝色离开 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 那时 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 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 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众神 以色列人从蓝色起行 安营在舒哥 从舒哥起行 安营在旷野边的一趟 从一趟起行 转到比哈西路 是在巴黎 西分前面 就在密度安营 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 经过海中 到了舒尔旷野 又在一趟的旷野 走了三天的路程 就安营在马拉 从马拉起行 来到以林 以林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就在那里安营 从以林起行 安营在红海边 从红海边起行 安营在迅的旷野 从迅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陀加 从陀加起行 安营在亚路 从亚路起行 安营在立非定 在那里 百姓没有水喝 从立非定起行 安营在西奈的旷野 从西奈的荒漠起行 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 安营在哈西路 从哈西路起行 安营在立提马 从立提马起行 安营在临门帕列 从临门帕列起行 安营在利拿 从利拿起行 安营在勒萨 从勒萨起行 安营在基伯罗哈 从基伯罗哈起行 安营在沙斐山 从沙斐山起行 安营在哈拉大 从哈拉大起行 安营在马吉西路 从马吉西路起行 安营在塔哈 从塔哈起行 安营在塔拉 从塔拉起行 安营在密加 从密加起行 安营在哈摩拿 从哈摩拿起行 安营在摩西路 从摩西路起行 安营在比尼亚干 从比尼亚干起行 安营在河哈基甲 从河哈基甲起行 安营在约巴塔 从约巴塔起行 安营在阿波纳 从阿波纳起行 安营在以寻加别 从以寻加别起行 安营在寻的旷野 就是加低斯 从加低斯起行 安营在赫尔山 以东地的边界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 四十年 五月初一日 祭司亚伦尊助 耶和华的吩咐上赫尔山 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赫尔山的 十后年一百二十三岁 住在加南南地的加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从赫尔山起行 安营在撒摩那 从撒摩那起行 安营在普嫩 从普嫩起行 安营在阿波 从阿波起行 安营在以耶亚巴林 摩押的边界 从以耶亚巴林起行 安营在底本加德 从底本加德起行 安营在亚门 蒂比拉太阴 从亚门蒂比拉太阴起行 安营在尼泊对面的 亚巴林山里 从亚巴林山起行 安营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靠近耶利哥 他们在摩押平原 沿约旦河边安营 从伯耶师墨 直到亚伯石亭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靠近耶利哥小于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们过约旦河 进加南地的时候 就要从你们面前 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 毁灭他们一切的画像 和他们一切筑成的像 又拆毁他们一切高丘 你们要赶出 纳地的居民 住在其中 因我把纳地赐给你们 喂业 你们家事之间 要按千分地 人多的 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 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个人的产业 必在齐千所落之处 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 倘若你们不敢出那地的居民 所容留的居民 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 内下的荆棘 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 扰害你们 而且我肃长有意 怎样待他们 也必照样待你们 民书记 第34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迦南地 就是归你们未业的迦南四境之地 南角要从巡的旷野 贴着以东的边界 南界要从沿海东投起 绕到亚克拉宾坡的南边 接连到巡 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通到哈萨亚达 接连到亚门 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 直通到海位置 西边要以大海为界 这就是你们的西界 北界要从大海起 划到荷尔山 从荷尔山划到哈马口 通到西达达 又通到西斐伦 直到哈萨以南 这要做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 以南划到四番为东界 这界要从四番下到 亚延东边的利比拉 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 这界要下到约旦河 通到沿海位置 这四围的边界以内 要做你们的地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地就是 耶和华吩咐你们 按签给九个半支派 承受畏业的 因为旅边支派和加德支派 按着付加售了产业 马拿西半个支派 也售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 已经在靠近耶利哥 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 受了产业 耶和华小 欲摩西说 要给你们分地 未业之人的名字 是祭祀以利亚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又要从每支派中 选一个首领 帮助他们 这些人的名字 犹大支派 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西缅支派 有亚米乎的儿子 是姆利 边亚敏支派 有基斯伦的儿子 以利达 但支派的首领 是约利的儿子不羁 约瑟的子孙 马拿西支派的首领 是以弗的儿子汉念 以法连支派的首领 是石伏丹的儿子 姆利 西布伦支派的首领 是帕纳的儿子 以利撒藩 以萨加支派的首领 是阿萨的儿子帕铁 亚舍支派的首领 是使罗米的儿子亚西乎 拿弗塔利支派的首领 是亚米乎的儿子比大黑 这些人就是 耶和华所吩咐 在迦南地 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 《民数记》第35章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靠近耶利哥 耶利哥小于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要从所得畏业的地中 把些城给力为人居住 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 给力为人 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 城邑的郊野 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 和各样的牲畜 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 你们给力为人的郊野 要从城根起 四围往外梁一千轴 另外 东梁二千轴 南梁二千轴 西梁二千轴 北梁二千轴 为边界 城在当中 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 你们给力为人的城邑 其中当有六座陶城 使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此外 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 你们要给力为人的城 共有四十八座 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 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 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力为人 人多的就多给 人少的就少给 各支派要按索 承受为业之地 把城邑给力为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说 你们过约旦河 进了迦南地 就要分出几座城 为你们做逃城 使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逃避 报仇人的城 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 等他站在惠众面前 听审判 你们所分出来的城 要做六座逃城 在约旦河这边 要分出三座城 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 都做逃城 这六座城 要给以色列人 和他们中间的外人 并寄居的 作为逃城 使误杀人的 都可以逃到那里 倘若人用铁器打人 以致打死 他就是固杀人的 固杀人的 必被致死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打死了人 他就是固杀人的 固杀人的 必被致死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 打死了人 他就是固杀人的 固杀人的 必被致死 暴血仇的 必亲自杀 那固杀人的 一遇陷就杀他 人若因怨恨 把人推倒 或是埋伏 往人身上扔物 以致于死 或是因仇恨 用手打人 以致于死 那打人的 必被致死 他是固杀人的 暴血仇的 一遇陷就杀他 倘若人没有仇恨 忽然将人推倒 或是没有埋伏 把物扔在人身上 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 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扔在人身上 以致于死 本来与他无仇 也无意害他 惠仲就要照点章 在打死人的 和暴血仇的中间审判 惠仲要就这 误杀人的 脱离暴血仇人的手 也要使他归入逃城 他要住在其中 只等到受圣高的 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 无论圣魔时候 若出了逃城的境外 暴血仇的 在逃城境外遇见他 将他杀了 暴血仇的 就没有流血之罪 因为误杀人的 该住在逃城里 等到大祭司死了 大祭司死了以后 误杀人的 才可以回到 他所得未业之地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的 律例典章 无论谁故杀人 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 把那顾杀人的致死 只是不可凭一个 见证的口 叫人死 且顾杀人 犯死罪的 你们不可收赎架 代替他的命 他必被致死 那逃到逃城的人 你们不可为他收赎架 使他在大祭司 为此以先再来 住在本地 这样 你们就不电污所住之地 因为血是污秽地的 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 非流那杀人者的血 那地就不得洁净 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 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 因为我耶和华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民述记 第36章 约瑟的后裔 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激烈 他子孙中的诸族 常来到摩西河 做首领的 以色列人族常面前 说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 按千分地 给以色列人喂业 我主也受了 耶和华的吩咐 将我们兄弟 希罗菲哈的产业 分给他的众女儿 他们若嫁以色列 别支派的人 就必将我们祖宗 所遗留的产业 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 这样 我们从前所得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 这女儿的产业 就必加在他们 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 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 就减少了 摩西照 耶和华的话 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瑟支派的人 说得有理 问到希罗菲哈的众女儿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要嫁 同宗支派的人 这样 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从这支派 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 要各首各 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 得了产业的女子 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 吼叫以色列人 各自得享他祖宗的产业 这样 他们的产业 就不从这支派 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 要各首各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希罗菲哈的众女儿 就怎样行 希罗菲哈的女儿 玛拉 德撒 荷拉 密加 挪阿 都嫁了他们 伯叔的儿子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 玛拿西子孙的族中 他们的产业 仍留在同宗支派中 这是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 靠近耶利哥 借着摩西的手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 命令典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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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